保罗·乔治续约雷霆,胡人球迷还会爱他吗?记得去年休赛期,保罗·乔治说不管是哪支球队交易得到我,只能使用一年,因为我要加盟胡人,胡人球迷非常的开心,终于有巨星要来了,为此胡人因为规招募,被联盟罚款50万美元。 等了一年,原本以为保罗·乔治会加盟胡人,没想到却四年1.37亿续约了雷霆,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喜欢胡人,还是以胡人为噱头,只是不想带步行者而已,原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,却空欢喜一场,在胡人的国度,从不缺乏超级巨星、魔术师、约翰逊、奥尼尔、科比、布莱恩特,都曾长期霸占联盟第一人。 本以为胡人退而休其次,去寻找一个全明星加盟胡人,但是他却背叛了当初的诺言,连和胡人管理层谈话的机会都没给,这多少伤了胡人球迷的心,总而言之,今日紫金,你爱理不理,他日你一定高攀不起,对于这样的保罗·乔治,你们还会爱吗?